你好 欢迎收看3月24号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陆宇慧 发挥监察工人促进政府联伦要增进人民的福祉 新任审计部台湾省花莲县省计市主任刘立林 日前拜会了县长徐正伟还有局处首长 双方就审计议题进行交流 期盼可以共同为花莲乡亲来谋斧努力 成任审计部台湾省宜兰县省计市审计监客长 审计部台湾省花莲县省计市审计监副主任 审计部省计间副厅长等职 新任审计部台湾省花莲县省计市主任刘立林 日前拜会县长徐正伟 包含副县长严新章 秘书长劳中 财政处 主机处等人都出席与会 那可能是标题的部分 可能我们在还是说到时候会后我们再看一下 是看哪些我们才知道说整个是哪里 可能是不是我们有误解或是沟通的问题 我们再看是标题要看是哪几则 我们大概就是知道以后我们的方向 让人家避免媒体或是议会去误解说 其实不是没做好 应该说也都有改善 通常发审核报告里面的意见都是双方已经有公司的 没有公司的不会放 主要都是那个标题 各位有些是各级处你们都有个大标 对我们应该有大标嘛 对那个大标就像媒体的大标一样 对 有时候我玩个 手动 嘿嘿嘿嘿 那个潜持用具 哇 议会 因为第一个看到的都是议会 看标题就直接 双方就审计议题进行交流 尤其在新闻录出标题耸动部分 期盼彼此达到共识 未来能合作愉快 105年曾在花莲服务过的刘丽玲 有幸公务生涯能再次回到花莲服务 徐正伟也鼓励有时间走访花莲各乡镇 适应花莲环境 更顺度了解花莲多元文化 共同为乡亲扶植努力 记者蒋邦彦 华林区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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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